青天公醒了 大夫 怎么样了 病人虽然醒过来了 不过还需要多休息 不能太受刺激了 我知道 我知道 我以后啊 要学着像绵羊说话一样 大点声都不敢 绝对不会再刺激他了 好 这样 那谢谢你 谢谢啊 谢谢 谢谢 谢谢岳父大人 托您的福 我们以后可以听到绵羊说话了 咩咩咩 爸 喝点水吧 来 韩振宇是细羽 童母一母的亲哥哥 他先跟振宇生下了这个孩子 然后又嫁给了我们细羽 告诉我 这不是乱人是什么 是什么 老头子 归女跟你说话呢 你要起来啊 来 来 你再说 帮你 来 帮 来 五年前 那个男人是谁 你怎么突然想起问这个了 你梦见他了 我问你是谁 爸 是细羽的表哥 不对 是细羽同父异母的亲哥哥韩振宇 对不对 哎呦老头子 你我看你是不是病疯了呀 你怎么胡说八道啊你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我说我女儿不可能做这种事 她这么善良 都是不可能做出这种没谱的事来 妈 妈 我的天 来 爸 音音 你告诉妈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你快告诉妈 你爸爸他说的是不是真的 那么 平安的爸爸 那不就是 爸 爸 爸 老头子你找个门 我去找个门 给我 赶紧找医生 老头子 医生 老头子 给你让开 老头子 老头子 你不要紧张 老头子 医生 请问我爸的 已经稳定下来 谢谢 妈 你跟我过来 妈 你不要叫我妈 我没有你这个女儿 你说你怎么这么傻呀 居然做出这种傻事来 你这个臭丫头 臭丫头 你臭丫头 妈 别打了 这件事根本不能怪姐 你没有听妈说吗 爸会住院 姐会嫁当姜家 都是她婆婆搞的鬼 对 还要你忘了 姐订婚那天干吗要逃婚啊 肯定是接到韩总 所以她逃跑的呀 那既然知道这样 你为什么后来还要答应啊 你根本就不应该嫁给夕雨 现在放马后炮还有用吗 我看您当时不玩挺乐呵的吗 妈 我跟你说啊 姐接这个婚 你得负一半责任 你干吗每次都把事情 关在姐身上呢 小灰 你 还有你 你干吗总装狼好人呢 我说是事实 事情都这样 好了 不管怎么样 必须马上离开姜家 一天都不要多了 今天 马上就走 妈 你干吗要跟过去啊 找爱妈是不是 你就让妈好好冷静冷静吧 真是不可思议啊 平安是韩总的儿子 韩总是你前男友 姐 你一定很爱姐夫吧 那样看着我干吗 你明知道姐夫跟韩总这种关系 也知道事情要是揭露出来 一定会天下达乐 但是你还是愿意跟姐夫在一起 我想除了很爱很爱之外 可能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啊 昔雨只是不懂得表达 其实她比任何人都懂得爱 比起那些只会用嘴说 却没有真心的人 她还是值得我珍惜的 对啊 这样善良的人 怎么会有那么可恨的妈妈 我一想到你那个可恶的婆婆 我又恨 不说 姐 你到底有什么打算 真的要离开姜家吗 你 你啊 唐阿姨呢 唐阿姨出去买东西了 要一会儿才回来 那你哥和你嫂子呢 哥在房间 嫂子出去了 妈 你是在做人口普查的工作吗 嫂子回来了 细雨在房间吗 唐阿姨出去买东西了 哥在房间 怎么 你也在做人口普查的工作啊 你带细雨出去一下 看来你们有话要说 你猜对了 你你过来一下 你会说 哥 我们出去玩一会儿 啊 妈 你爸爸醒了吗 情况算是稳定下来了 平安的绅士 是妈告诉我爸的 没错 是我 怎么 你觉得我说了 对你爸爸未免太残忍了是吧 这是人命关天的事 我爸的心脏不太好 我当然知道你爸爸的心脏不太好 我根本不愿意把他牵扯进来 那是他自己上了我的门 他指控我 说我就是一个 把你们全家又推入不信的一个凶手 天哪 说句良心话 我没有半点对不起你们家的 可是你呢 你明明知道郑宇和西宇的关系 你就不应该跟他结婚的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 我和我的儿子 那才是真正的受害者 你就不应该跟西宇结婚 更不应该把这个平安 还带到我家里来 这件事情我的确处理得太糊涂 我太急着想补偿平安失去的爱 却没有想到后果 所以妈对我所做的一切我都毫无怨言 不过我有个请求 我最麻烦放过西宇 放过西宇 我不会发生了 我太急着想补偿来 我太急着想补偿平安失去的 我太急着想补偿尤 我太急着想补偿平安失去的 原则 我太急着想补偿平安失去的